蠻令人遺憾的 我本來以為行政院 今天會利用這一場聚會 提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和蔓玉珍 率先走出餐廳 只言很遺憾 看來和解似乎不太順利 重新回到上個會期 在法案通過以前所講的話 從頭到尾全部重新講一次 到目前為止 沒有提到什麼具體的方案 我們非常的遺憾表示 行政院還沒有學習 要好好尊重全國的民意 我剛剛看的結果 這個餐會是破局 大家沒有共識 無論如何快樂的人看到希望 憂慮多的人會看到遺憾 那兩院之間就是要這樣互動 在一次的餐序當中 不可能把細節問題 像菜單一樣列出來這樣談 因為這個是一個餐序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協商 所以你不可能在裡面去談到說 你要怎麼樣做 你要怎麼樣協商 到時候 會不會又有人出來咆哮說這是密室 因為沒有公開直播 眼看江舉男姐 偏偏不在場的無黨籍立委高金宿媒 竟然還指控 周榮泰在餐序中輸出 行政院沒對進法補償提付議案 這已是我對原住民的仁慈 氣得周榮泰痛批造謠 這句話絕對不能說是我對原住民的仁慈 好像一種施捨的樣子 這個話如果從高金委員 絕對不能 如果高金委員的嘴巴講出來 我就要希望是誰告訴他的 那就是破壞整個今天中午吃飯的氣氛 如果沒有人告訴他 這兩個字 從何而來 憑空而出 為的就是要製造另一場紛亂而已 接下來總預算該如何副委和調整 只能等待韓院長 最快下週召集朝野協商 坐下來談 民視新聞最後報道